就在阿富汗全面崩潰的時候 我們的聯邦政府沒有任何一個人願意出來承擔這個責任 我們之前介紹過那位要把critical race theory 放到我們軍隊教育裡面那位將軍 今天終於出來發聲了 他說這裡是最大的盲點 整個撤退或亂成這個樣子的原因就是因為 沒有人知道會發生啊 這個趨勢的趨勢的趨勢 那是大量測試的 從一天到一天到一天到一天 甚至一年 在我們離開後 我或其他人都沒有看到 指示了這個軍隊和這個政府 在11天 先生 無知不是一個藉口吧 你說什麼 先生不是我的稱呼嗎 請叫我女士 ma'am 最悲慘的就是 無知就是這個政府 唯一解釋所有事情的方式 我們這兩個禮拜都聽過所有的記者會 所有的新聞節目 所有的訪問 裡面唯一合理的 而且唯一有大腦的 竟然是塔利班那群恐怖分子 我是Edan 歡迎回到今天的AI News 感謝各位對於AI News的支持 我們收到了每一位的祝福 而且一定會努力的繼續做下去 我們離這個月的目標 也就是養活我們自己的目標 還差三千塊錢左右 To be more specific 兩千九百七十三塊美金 在這裡呼籲大家加入我們的 Coffee會員 每個月 為我們送上十二位門徒以上 就可以看我每天錄影的時候 吃螺絲被剪掉的片段 四十奏夜以上 我們未來會有精美的小禮物 送給每一位會員 只要達標 就可以確保我們下個月 可以付得出房租 還有可以一天有錢吃兩頓飯 也請各位牧者以及傳道人 在你們的教會 幫我們傳達我們的頻道 我們想要依靠聖經 來贏得這場文化戰爭 我們想要維持一個中文的保守派的聲音 我們更想要跟年輕一代的基督徒說 他們是屬於神的 他們不是屬於任何政府的 請大家幫忙 讓我們這個月可以達到 活下去的標準 感謝大家 現在讓我們繼續回到 我們的聯合參謀長 到底有多天才 各位聽得沒有錯 我們的 Joint Chief of Staff 聯合參謀長 Mark Milley說 不要怪我啊 我不知道這個會發生啊 好像就是我過幾天就要兩歲的女兒說 我不知道啊 地板為什麼會有牛奶 怎麼會打翻的 黏土為什麼會乾掉 餅乾為什麼撒一地 no no 參謀長 你應該要知道的啊 這個是你的工作啊 大概是美國人民給你的唯一工作耶 就是有策劃的軍事行動 還有情報資訊啊 結果 你反而認為自己是個教育家 打算教我們的士兵 Critical Race Theory還有Gender Study 鼓勵懷孕的女人 繼續在天上開戰鬥機 What the hell is wrong with you? 那我們來問我們的國防部長吧 對不對 國防部長這個title總該有一些計畫的吧 對不對 國防部最主要的工作就是要保護美國人 不管在境內的還是境外的美國人 都受到美國政府的保護 那麼在阿富汗現在有上萬多名美國人 他們要怎麼回來? 美軍會保護他們嗎? 以下是Defense Secretary Loyd Austin的回覆 I would draw a distinction Borrow between extracting someone in an extremist condition or circumstance versus going out and collecting up large numbers of American citizens You have the capability to go out and collect American We don't have the capability to go out and collect up large numbers of people 這些左派的天才到底是怎麼在軍隊裡爬到這麼高的位置啊? 如果說你要爬高位置的話 你就要學習一件事情就是要避重就輕 不懂得回答的問題就不要回答 裝作沒聽到 最好的例子就是我們的前副總統 他終於出來開記者會了 所有的記者都在問 阿富汗未來要怎麼辦? 當地的美國的生命安全要怎麼辦? 我們還會回去嗎? 誰要來負責這一次的撤退失敗呢? 我們偉大的、堅強的、充滿智慧的 前副總統拜登回答就是 新冠肺炎很嚴重啊 施打疫苗的人還是不夠啊 共和黨的州還有州長就是 不聽從中央政府的啊 不,我們會看到了 我們會看到這次的疫情 一些政策是要把保護安全的 政策,那是,孩子們的衣服在學校 在學校的衣服 在學校的衣服 在學校的負責任 一些甚至要把力量抵取 從教育的力量 從禁止在學校的衣服 在學校的衣服 他們會設定一個危險的 例子 例如,昨天 在一位校園會議在學校 Protesters threaten doctors and nurses who are testifying making the case for masking children in schools The intimidation and the threats we're seeing across the country are wrong They're unacceptable I've said before This isn't about politics It's about keeping our children safe Come on man 到底谁还在在乎新冠肺炎啊 Who cares about COVID right now 你诚实中哦 现在有上万的美国人 在塔利班的枪杆子下面 然后你现在要谈COVID 你先把南边的边境堵住啊 你没有 你还在创造更多的难民 美国人的生命 真的是在被杀死的时候 你在那个地方讨论说 谁谁谁还在咳嗽 各位可以想想看 拜登上台之后 讨论过什么样的东西 经济 移民 边境 跟中国大陆的关系 税收 不管世界发生什么 我们只是不断的 一直讨论新冠肺炎而已 因为他们觉得 我们只要继续讨论新冠肺炎就好了 我们要让美国人害怕 这个样子 他们就会把权力交给我们 人民没有权力的之后 我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我们根本就不需要在乎 他们要什么东西 那些记者会之后 都有些Q&A吧 对不对 记者会 总有一些问题吧 那个时候记者就可以问一些关于阿富汗的问题啊 to all those of you who are unvaccinated please get vaccinated for yourself and for your loved ones your neighborhood and for your community and to the rest of America this is no time to let our guard down we just need to finish the job with science with facts and with confidence and together as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we'll get this done God bless you all and may God protect our truths thank you 我之前有一位老板 他跟我说过一句话 他说开会的时候 你不需要听懂别人在说什么 你只要确定对方听得懂你在说什么就好了 别人说什么不重要 别人听你的最重要 然后我非常讨厌那位老板 这一整个记者会 唯一跟阿富汗有关的地方就是 Merry God bless our truth Peace Bye 我们看到这些领导阶级的人物 讲出来的话几乎没有一个像样的 我在这里很痛心的说 唯一一个比较像领导人的谈话 说要保护他们的国土安全以及文化 竟然是塔利班 塔利班取得了全面胜利之后开了记者会 被问到还有没有跟 阿尔凯达 盖达组织这个恐怖组织继续互动 还有未来国家的方向要怎么走 我们不能让任何外国人 想要避免或避免其他國家的安全保障 我們都保證了這個 你的第二問 政府的設計 我們仍然在工作 希望我們會到達這個項目 我知道這個翻譯人員有點爛 但是根據BBC的翻譯 它是說回答你第二個問題 目前正在全面的整合新的政府 目前雜亂無章不會是永久的面貌 我們會飛快的變成法律以及秩序的國家 不只是這個樣子 當他被問到人權的問題的時候 婦女的人權的時候 應該大家都已經聽過了 當他被問到言論自由的時候 他的回答是 你們自己看吧 這個問題應該要問到那些人 如果有些人認為是推廣的自由權利益 不允許的資訊 我可以問Facebook公司 這個問題應該要問他們 沒錯 homepage facebook 她說的一點都沒有錯 美國甚至整個西方世界已經完全沒有資格談論什麼叫做言論自由了 我們的言論 就連美國總統的言論都可以被幾個大公司封鎖 我們並沒有所謂的言論自由 如果我們現在公開的說男人無法變成女人,這個不是正常的事情的時候 我可能會被禁言 如果我說2020大選有問題,可能會被禁言 如果我說疫苗跟口罩好像沒有什麼用,我也可能被禁言 目前這個社會的新聞媒體已經完全被左派控制 如果各位看拜登上節目,討論阿富汗撤軍的時候 你就會知道,他幾乎什麼都可以說 幾乎,五日後,五日後 What did you think when you first saw those pictures? What I thought was we have to gain control of this. We have to move this more quickly. We have to move in a way in which we can take control of that airport. And we did. So you don't think this could have been handled, this actually could have been handled better in any way? No mistakes? No, I don't think it could have been handled in a way that we're going to go back in hindsight and look, But the idea that somehow there's a way to have gotten out without chaos ensuing I don't know how that happened That was four or five days ago 那些人就是四、五天前抓著飛機 然後從四千公尺的高度掉下來啊 過去死掉的人你要怎樣? 我們要Gain Control 我們要Gain Control這個事情啊 對,應該要在突然全部撤走之前先想過才對啊 然後我不知道還有什麼方法可以做的比那個樣子更好 我不知道我們可以先撤走平民跟記者 還有曾經幫助美軍的阿富汗人 然後再撤走軍隊 我不知道可以這麼做耶,對不對? 事實上就是全世界都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人的腦子已經不清楚了 川普在選舉的時候叫他Sleepy Joe 然後我們一直在笑他老人癡呆 左派的新聞媒體有的時候也常常出來說 他累了,日禮萬機 所以有的時候講話有點牛頭不對馬尾 那最可怕的是什麼呢? 就是他任命的國務卿說 對啊,他好像真的不知道他在幹嘛耶 以下是我們美國現任的國務卿 也是史上最軟的國務卿 Anthony Blinken 不好意思的說他老闆鬧子好像不太好使 ejemplo sr-sr-secretary does the president not know what's going on this is an incredibly emotional time for for many of us uh and including allies and partners who've been shoulder to shoulder with us in afghanistan for twenty years uh at high cost themselves as well as to us they stood with us after 9 11 invoked article 5 of nato for the first time an attack on one as an 其實總統知道發生什麼事情嗎 你知道的這是一個很情緒化的時候 我喝咖啡的時候都不加糖 我小時候的辱名叫做蠢蠢 我還要回答什麼樣子 然後一直繞圈圈才不用回答你剛剛問的那個問題 我們最大的問題就是 我們沒有一個人願意說實話 事實就是因為拜登的無能 我們背叛了阿富汗的人民 我們背叛了駐阿富汗的美國人 不只是這個樣子 我們還留下上億的 我絕對買不起的高級美軍武器 還有上億的現金 全部都給了塔利班恐怖組織 我們叫不醒裝睡的人 但是美國目前的民主黨完全執政 他們連推卸責任都不推了 直接裝傻 蛤?沒有阿?蛤?蛤?我不知道 蛤?蛤?四五天前阿?蛤? 政府知道這些新聞很遠 這些東西跟美國人沒有直接的關係 人民很傻的 只要兩個禮拜這些東西就全忘了 我們只要裝傻一陣子 他們就會覺得我們好聰明 打個比方 現在還有多少人在討論 中國鄭州水災死了多少人的事情 還記得當時有多少人在傳嗎? 還記得當時有多少人難過的掉淚嗎? 有多少人說 共產黨這次一定要付上代價 現在呢?我們在笑拜登的時候 常常我們跟拜登一樣 Come on, man! 這只是四五天前的事阿 人是很健忘的 人不是完美的 這就是為什麼神給了我們一本書 用祂的話寫下來的書 目的就是要我們不要忘記 不要裝傻 而且要為我們自己負責任 這本書告訴我們說 王跟政府都是不能信任的 他們會奪取我們的牛羊 他們會奪取我們的馬匹 奪取我們的妻子 奴役我們的兒女 然後真正發生什麼爛事的時候就會說 Oh well! God bless our troop! Bye bye! 感謝大家收看 我是Eton 更多美國情報 請繼續關注AI News 各位AI News的觀眾 很不幸的 我們的事工遇到了資金瓶頸 我們的資金只能撐到今年的九月底 非常感謝漠視先鋒的Paul長老 給我們這個機會 讓我們嘗試一下媒體這份工作 謝謝Paul Paul長老也願意讓我們繼續經營 AI News這個頻道 但是現在有個問題就來了 我家裡有兩個小孩 然後呢 我們現在非常需要各位的幫忙 來維持這個頻道 我也認為這是我的呼召 這就是為什麼我自己做了三年的YouTube事工 叫做Project Have Christian 顏值攻略 想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改變我們的文化 還有傳達正確的基督教價值觀 所以請各位幫幫我們 讓我們可以繼續做這個 我個人認為我目前人生當中 最令我感到值得而且有價值的一份工作 也請你把這個影片分享給你的朋友 還有一起願意在這個文化戰爭當中抵抗左派的人 之前你可以看到Paul長老帶著我們衝鋒陷陣 現在你有機會參與在這個事工裡面 我們個人失業或是怎樣 我們還是可以去找其他工作 還是有其他的機會 但是最可惜的就是這個頻道會消失 然後我們會失去一個保守派發生的平台 我們願意繼續把神國的這樣的福音 還有我們基督徒真正要做的這樣一個 傳扬文化價值的一個保守派的東西 給繼續傳播出去 那在這邊如果大家要是想要聯絡我們 不管有任何的訊息告訴我們 或者是希望跟我們一起合作 或者是想要跟我們一起來把我們這樣一個 基督教保守派的聲音給發出去 不管是說教會也好或者是神學院也好等等等等 如果大家想要邀請我們的話 可以看下方我們有我們節目的專屬郵箱 大家可以發郵件來聯絡我們 如果你要是在現實生活中認識我們的話 那更方便了 直接給我們打個電話 或者是在我們的這個通訊錄裏面 找到我們的名字 可以直接跟我們來聯絡 那希望大家可以來幫助我們 來支持我們 那我們會把我們這樣一個link 放在下面的信息欄 然後還有下面的留言區 如果你要是想給我們買一杯咖啡的話 歡迎點進去 然後來資助我們一點點小的金錢 那我希望這個大家這樣一個舉動 就可以幫助我們把這樣一個頻道給存留下來 那我們就繼續的可以給大家 帶來更多我們保守派基督教價值觀的 這樣的新聞評論的節目 那非常感謝您的支持 我是弗麗莎 我是Ethan 那我們就以後每天都再見了 拜拜